台中市光合教育基金会创办人 也是前交通部长 现任无任所大使的林佳龙 特别来到了秀林湘的三战国小 自证三战国小推动足球运动的经费 由三战国小校长张炳仁代表接受 同时和学童家长会长游恩赤 幕后推手洛彦林等人 帮孩子来实现心愿 让学校的经费不会那么吃紧 也让足球队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 下午四点三战国小学童们吹奏排敌 欢迎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民进党新修地区登记参选人陈才能 立委曾以服务图团队为你一醒来到 继校长张炳仁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这次之后 紧接着自证三战国小推动足球运动经费 学童们以及校方师生家长会副会长 奔奔感谢 三战国小张炳仁代表是 学校在114年1月1号成立足球队 立委曾以服务图团队认领前来协助 也前线部长来协助 所以才有这样的缘分 谢谢台中市光合教育基金会创办人 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对于偏向的孩子的支持 这笔经会对学校更教人来说是有相当多的注意 也让孩子们慢慢可以朝着足球运动来发展 同学有学过什么叫大使吗 没有 没有对对对 就是大使就是外交官 可以代表国家去做很多的交流 或者很多的国家住台湾都有大使或代表 那我现在就是用这样的身份在帮忙政府 可以做很多国际的交流 那同时我也是财团法人 光合基金会的创办人 那光合 大家知道什么叫光合作用吗 知道 是不是知道 知道吗 对 光合作用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基金会 也是光的聚合 那也是要传递光 然后能够呢 去让世界更有光明 更有这个 能够带来 更光明的这个社会 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彪老师 光合教育基金会 就是光的聚合 传递光 让世界更有光明 带来光明的社会 光合基金会也支持很多教育 还有文化活动 而足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立委成员服务团队 陆彦林 在地方帮忙许多长辈 还有送餐 这次来做个圆梦大使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小朋友们 来帮助孩子们实现心愿 所以就捐款帮忙球队 让学校今天就不会那么吃惊 希望主席队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 记得交易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我们下期再见